正当最高元首昨天才训识 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做好准备面对大水灾的时候 首相却不顾元首的预令宣布解散国会 充分体现了新当今政府完全不尊重统治者的一面 第二我们也看得到这一次当气象局省至美国大使馆 警告马来西亚随时会面中严重的大水灾 首相却宣布在今天解散国会 不顾人民死活 罔顾人民 一意孤行要在大水灾举行全国大选 这都体现了国阵政府不负责任的一面 除此之外不要忘记政府刚刚在国会提成了 史上最庞大的3723亿的财政预算案 提成以后没有通过反而解散国会 这是藐视国会的一面也体现了当今政府不负责任和投机的心态 当然此外我国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 其实当今全国印裔社会正在准备在10月24号欢庆图腰节 可是呢这个以单元极端主义的政府毫不了解 印裔社会的感受 却在人家要欢庆图腰节的时候去举行大选 这都体现了其实的今天国阵和国门政府已经不适合领导国家 所以我们需要用总动员一起做出改变 用手中神圣的一票支持多元种族 多元开明进步的政治路线 来推动和开创全新的政治格局 让我们齐心协力 众志成成 迈向不成 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同志 欢迎大家从霹雳州各角落 四面八方一起出席 这一场属于全国大选前最后一次的州代表大会 让我们整装待发 出发迈向全国大选 这一次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全霹雳州到目前为止 经过党员们的牺牲 与付出以及州委会群策群力的领导之下 霹雳州目前已经在州内拥有多达337个支部 所主办的宴会讲座等等 所有的活动多达1029项 环顾全国霹雳州火箭高居排名榜 第一名感恩由你 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同志 摆在眼前的事实是 马来西亚正在面对重大的重重危机 无论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 总之就是危机重重 我们从喜来登政变到今天 马币已经溃不成军 已经贬值了高达13.5% 这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除此之外 我国的股票市场在今年至今已经下跌10.6% 只是市值已经蒸发了多达2139亿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第三通膨大海啸国阵在睡觉 我们的国家通货膨胀 自从政府成立抗通膨特空队以来 越看越差 国家的这个通货膨胀 尤其是食品通膨 已经超越7% 只是猪肉今年就涨了9次价钱 所以这显示 我们除此之外 中央银行的储备金 到今天也只剩下104亿 这也是这20年来最低的水平 我们都知道全球各国都会面对问题 但是差别就在于 一个国家的领导如何克服难题 这才是关键的 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毫无头绪的首相 他不会做 不能做 也不想做 所以呢 今天我们看到改变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 改变也是建在寻法的事 那请所有的同志们做好准备 让我们在这一届的全国大选 再一次的改朝换代 为了下一代 各位 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 伊利州不断的发生丑闻 一单接一单 一单比一单更加严重 除了成为全国倒数排名第三的这个周数 伊利州目前已经沦为全国人才外流最严重的周数 一单接一单的丑闻 第一15分钟就在离开我们这里 9栋漫画公园 耗资7亿1000万 如今宣告倒闭 政府资产被拍卖 既然单够穷 沙巴够穷 也没有人像比利州这么瞎衰 搞到政府的资产被公开拍卖 这就是国阵跟国盟政府搞出来的烂摊子 第二单比利州上市公司 比利子公司 重组债务涉及刑事欺诈 还好有张哲敏同志义无反顾揭发弊端 才有看到 才让人民看清楚国阵和国盟的这个真面目 第三 我们都知道比利州需要国际机场 以开拓发展国州内的经济 原本有机场在Sri Iskandar 已经有了国际机场保留地 现在的政府可说是无法无天之守则天 连国际机场保留地3000英亩都可以变卖 连保机场保留地都可以卖 可以买风雷飞鸡 直套飞鸡都买了 所以你就知道 如今的国阵和国盟政府 贪污腐败已经到了 定人法指的地步 除此之外 现在他们还想 人家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说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 天然环境野生动物一旦被毁灭和破坏 就是没有办法再回转 今天霹雷州政府在未经招标的情况下 就赶赶的让这一个在一粒上霹雳 霹雷州最重要的水源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区 来开发占地5329英某全国最大的稀土厂 稀土一刀 情况怎么样 大家可想而知 而且政府偷偷摸摸摸摸烟烟 都觉到今天完全不敢回应 我们所提出的咨询和质问 全国这个整霹雳州 你看不管是马华民政国大党巫统 除了民主行动党 没有一个政党敢为人民发声 我们在州籍的丑闻之外 现在全国最大的超级丑闻 就是耗资91亿的六艘滨海账舰 我们要感谢我党周秘书 加和同志领导的国会公账会 成功经过十轮的会议 准备了八百页的报告 揭发了这个关系 我国史上最大的军火采购弊案 全世界都在买账舰 印尼买 新加坡买 马来西亚买的是看不见 钱还了 银子都没有看到 反贪污委员会也不管 专门抓小江鱼 大百沙 奥游 笑傲江湖 所以 这只有换政府 我们才有办法真正 苍蝇老虎一起打 不只是在滨海账舰 现在宏图坎也有三艘 政府给了七亿四千八百万 整个工程 还了五亿 原本讲2020年船要下水的 现在船真的下水在水里面 沉到海底里面 银子都看不到 今天已经2022年10月2号 答应我们2020年要交船 这个海市执法机构的损螺件 各位 这个贪污腐败 已经不只是威胁到我们的生活 已经打击到整个的国家的安全 所以 各位同志啊 改革尚未成功 同志尚需努力 我们必须整装待发 确保国盟国阵 两个都在这一阶的全国大选 统统送到太平博物馆里面去 各位同志们 其实马来西亚这一阶选举 我们有三个选择 你看三大阵线 马来西亚如今 互进入三国演义时代 一边是国阵 一边是国盟 还有一个是西盟 我们三个首相人选里面 国阵是谁 汤污舞弊长生的 这一个阿玛迦亚 不用看 谁家也要大选 不顾人民死活 瓦鸡雷谁 国阵叫瓦鸡雷 佛金叫瓦雷鸡 这个就是我们不同的地方 这个是第一点 谁要选阿玛迦亚做首相 没有人 对不对 第二个 第二个人选是谁 就是叛徒出身的 跟回教党一起 大背同眠同床共诊的 这一个后门首相 失败政府的首相 马亚定 马亚定 亚信 他们这一个两个 都没有 谁要选他们 而且我问大家 全部人都做过首相 只有一个没有做过的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给他一个机会 尤其是今天 马来西亚面对经济危机 我们必须要选一个懂得管理经济 懂得财政 有知识 有魄力 能够把马来西亚带上国际舞台的领袖 这就是西门的首相 人选 安华 安华是最明智的选择 因为放眼马来西亚当今的政局 只有安华坚持走多元种族的政治路线 我们不要种族政治 不要神权政治 要打造新的政治格局 就一定要走多元种族的路线 而真正敢捍卫各族 坚持全民政治的只剩下安华 这是最后一个主要的马来领袖 所以各位同志们 我们认重道理 为了确保霹雳州能够重新收复政权 我在这边公开欢迎西门首相人选 来霹雳州上阵 助选 一旦他中选一举两得 我们不但将会拿下霹雳州政权 而且将会出现史上第一个来自霹雳州的首相 这将会大幅度的提高霹雳州的地位 也有助于我们未来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在这边 不是我一个人 欢迎安华来霹雳州上阵的 请大家举起你高贵的双手 各位同志们 作为前线州西门会长理事会已经正式决定 委托小弟作为西门全国代表大会的负责人 我们已经租用霹雳州最大的会展中心 医保可以容纳五千人的医保会展中心 希望大家在10月29号这个黄道集日 大家都能够呼朋遭友 号召所有的同志们一起开创历史 出席这一场全国西门最大的代表大会 让他全现场全场爆满 坐无需续 一起带动士气迎向第15届全国大选 在主办大会的前一天晚上 我们也鉴定了四个 目前战情作为非常志热的四个选区 第一 丹奔国会 第二 宏图坎国会 第三 巴雷奔大国会 第四 达巴国会 西门全国中央领袖将会倾巢而出 在10月28 10月29 两天来霹雳州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众志成城 才能迈向故城 所以各位同志们 战股已经累起 希望大家做好准备 而我们霹雳州作为全国第一个主办 这一个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数 我时常跟秘书长陆昭福同志说 霹雳州将作为党中央最坚定强大的后盾 我们齐心协力 让希望起航才能够再创辉煌 虽然目前霹雳州是作为在野党和反对党 但是为了支持党中央 今天我代表州委会 宣布捐献5万令吉给马来西亚行动党 作为全国大选竞选基金 希望能够抛装引玉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主办代表大会的周数 下个星期就到槟城就到其他 所以我们作为反对党都可以捐献5万元 我希望作为执政州的槟城雪狼儿 申美兰更能够白尺钢头更进一步 少少不具多多益善 相机 相度是相準備 我成为我说 我认识的 我认为 我告诉你 阿弥险杆已经失去挽护 他们是在社会 他们是在社会 他们可以做 参加派对万元 我来给予了一家的生命 给阿弥险杆 听到对方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很喜欢 我们会变成 如果感觉 快感觉 以后肯定会死 以后肯定会死 那是结束 全部 由于那样的 我们将会召唤 Malaysia召唤 召唤 与同志们 让我们做好准备 让希望起来 再出会往